我们香港人日做夜做 无非都是为了将来能够安享晚年 但是住屋、交通、饮食、医疗 各样都是钱 对于一个普通的打工仔来说 怎样才可以有一个理想的退休生活呢 根据政府的推算 年满65岁人口 将由2009年的89万人增加到2019年的133万人 到2039年更加会增加到249万人 由2009年占人口的13%会增加到2039年的28% 长者越来越多寿命也都越来越长 到2031年男士人均的寿命增加到83.5岁 女士增加到89.8岁 相反劳动人口就越来越少 由现在五名在职人士支援一名长者 会跌到2031年大约两人支援一名长者 对于香港人来说 对于香港人来说 一个最大的挑战 就是人口老化了之后 他们的数据会很不同 你可以想象到 香港在全方位 在医疗 房屋 和照顾老人的设施 那些够不够 和所有这些消费 或者照顾 都是需要社会的资源 不过当你的劳动人口 基本上是不变 甚至慢慢停滞去减少的时候 总体的收入是不会增加得快的 于是就会引起 让我们人口赤字的问题出现 换言之 香港人的生活水准 可能会受到负面的影响 现在实际上 我们退休主要靠一个 就是强积金的制度 但强积金本身的供款率很低 总共加上都是10% 再加上我们香港就比较特别 我们是透过私营的银行 和保险公司去经营 他们本身的经营成本是挺高的 所以实际上我们的回报率 在和全球其他国家来说是偏低 即是无论你怎么计 就算你工作40年之后 你可能退休之后 只能够享受你退休前 那个所谓大于20%的生活水平 直到40% 所以其实都是一个偏低的水平 如果世界银行大家都建议 就是希望刚才那个水平 你退休后应该起码有退休前 是四成到六成的水平 曾经有调查指出 香港人需要的退休金 在2011年是442万 一个普通的打工仔要安享晚年 很大程度会依赖自己的积蓄 和下一代的支援 除了改善强积金和生果金之外 推行全民退休保障 又是否帮到我们呢 实际上我们就要想下 整个社会也要有制度性的安排 那就是说 由我们比较年轻的一辈 其实就立刻去做一些公款 拿这笔钱去大家一起集役成求 好像个大水堂那样 如果超过65岁 他就拿回一笔钱 救他一个很基本的生活 那现在我们在说可能是 三千多到四千元这个水平 那民间现在有不同的方案 究竟公款率又是多少 以及谁要付 但大部分都希望是 勞资官是三方去公款的 全民退休保障 无论是多少方公款 这个都是一个很吃虧的方案 对于退休保障来说是不利的 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有注意到 人口老化是加剧的时候 就没有那么多人去公款 还有要接受福利的人是比较多的 如果用这个全民退休保障 现在的方案的话 三十多年之后 都是每人每个月只能够拿三千元 在过去十多年来看 抗积金的回报率其实不算太差 但在现在这个过渡时期 因为抗积金只有十三年都不够 所以他存起的钱现在不太够 所以抗积金会慢慢成熟 所以我对这方面 我是比较乐观的 如果推行全民退休保障 你可能要多交一些税 或者额外的公款 再分给其他合资格的退休人士 你们会支持吗 还加税吗 怎么搞错 退休保障都应该保障自己 为什么要把钱给养人呢 我没有人工这么少 还要工多份 那我怎么做钱呢 如果推行全民退休保障 凡年满六十五岁的香港市民 每个月都可以得到一筆退休金 你赞成吗 听起来也挺好的 需要多交一些税 穷人就说有需要拿 那有钱人有需要吗 其实对于推行全民退休保障 市民对很多问题似乎都没有共识 例如你愿不愿意在你每个月的强积金 公款里面抽一部分给全民退休 又或者额外帮全民退休保公款呢 全民退休保和强积金不同 强积金只是一个强制性的储蓄 即是你将自己现在的钱不用 留在你老的时候用 其实你的钱都是你的钱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 这样很符合所谓自由市场 很公平 但实际上我们会看到 在社会政策的角度 他就没有了所谓财富再分配的功能 在这里 我想正正就是香港的贫富源泉 问题很大 有些有钱人赚的资料多 如果我们在那里 能够拿回一部分的财富 去分配给那些穷人 整个社会的分配 会反而真是公平一些 我觉得一个社会保障政策 就是刚才我大水堂的观念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 有个风险 我们有可能生意失败 但是我们可能有不同的一天 但是不怕的 因为我们有个社会保障的制度 是令到我们 其实整个大的社会 你觉得所谓有保障 是安心很多 其实有其他方案 是远远比全民退休保障更好的 它要有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继续强质金 但是强质金你要将它优化 如何优化呢 就是增加那些基金之间的竞争性 从而可以降低收费 第二步就是对于那些 真正是有需要的人 就是会不知 你经过资产入息审查之后 那些真正的穷人 你政府可以给他们福利 但是全民退休保障 它有一个弱点是什么呢 我无论有钱没有钱 你都要支持它 支付它的退休保障 这个根本也是一个 不公平的一个制度 也都令到这个制度 变得很昂贵 全民退休保障 涉及庞大公共开支 能否顺利推行 做到老有所养 社会上一定要取得共识 如果真的要推行 淡子可能就会落在中产的身上 它们又愿不愿意承担呢 社会上实就很需要认真地讨论这些问题 我说他们不愿意承担 有转眼的栏 他们会没有 肯定的身上 是不愿意承担 但是他们把体型的 不愿意承担 我说